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將它拉長一點 Ctrl 加 R 環切 這裡我們轉動鼠標滾輪 可以設置環切邊的數量 選中中間這一圈連續面後 S 將它們放大 我們稍微做出統身中間鼓起來的樣子 按 2 進入邊編輯模式 按住 Shift 加 Alt 再用鼠標左鍵點擊選中這兩條環切邊 Ctrl 加 B 倒角 這樣同身弧度就更明顯了 按 3 進入面編輯模式 選中中間這一圈連續面 然後按 O 鍵打開比例編輯模式 按 S 進行縮綁 在比例編輯模式下 會顯示一個圈 這個圈表示受到這裡編輯所影響的範圍 離圓心越近 受到的影響就越明顯 反之 則影響越小 我們稍微讓統身整理上再鼓一些 再次按 O 鍵 關掉比例編輯模式 S Z 稍微讓統身再拉長一點 OK 這樣統身的形狀就差不多了 回到前世圖 按 2 鍵 進入邊編輯模式 接下來再按住 Shift 加 Alt 情況下 像這樣每間隔一條邊 顯中一條垂直邊 然後 Ctrl 加 B 倒角 一點點就足夠了 然後按 X 選擇刪除這些面 按 A 前顯 ALL 加 E 打開擠出菜單 選擇沿髮線方向擠出面 可以看到現在擠出的形狀 是這樣擴散型的 我們往裡面擠出 做出木板的厚度 按一下 Tab 鍵 推出編輯模式 我們做出了統身木板的樣子 接下來我們給統身添加 Babel 倒角修改期 Segment 我選擇的是 2 然後調整 Upset 偏移直 大概在 0.01 或 0.02 就足夠了 我們再添加一個表面細分修改期 這裡我選擇的是 2 級細分 如果你覺得面數太多了 那麼 1 級細分也可以的 然後我們選中這個統身 右鍵選擇 Set Smooth 平滑超捨 這樣物體就變光滑了 我們的統身做好了 不過木板之間縫隙有點大 這統要漏水 我們來調整一下 再次按 Tab 進入編輯模式 這時候選中的依然是我們剛才寄出的 那一圈連續面 我們按 Alt 加 S 進行縮仿 慢慢調整木板之間的間隙 OK 現在木板之間的間隙我們填上了 接下來我們來做同蓋 Shift 加 A 新增一個 Circle 0.0 點數 我們依然選擇24個 填充方式 這是我們不選擇 Nothing 而是選擇 N 港 多邊形 按 Alt 加 Z 鍵 可以進入透視模式 按 Z 調整它的位置 到這裡差不多 按小鍵盤的七鍵切換到頂視圖 按一鍵進入點編輯模式 然後像這樣選中垂直的兩個點 按 Z 鍵連接它們 二鍵切換到邊編輯模式 選中這幾條邊 Ctrl 加 B 進行倒角 按 X 選擇三重面 A 鍵全顯 按小鍵盤一鍵切換到前視圖 再按 E 鍵向下擠出 這樣我們的銅蓋就做出來了 我們給桶蓋添加 我們給桶蓋添加倒角修改器 Segment 和 Upset 的字 和桶聲是一樣的 部分之間的縫隙有點大 我們按 Tab 鍵進入編輯模式 按 A 選擇 這時候如果我們使用 Alt 加 S 來進行收放的話 會發現效果並無法達到我們的儀器 我們要做的是 切換 Pivot 錨點 按 G 號鍵打開錨點菜單 我們選擇 Individual Origins 然後按 S 收放 這樣我們就可以調整木板的間隙了 OK 差不多就這樣 我們希望底下也有個蓋子 也就是桶底 我們可以使用 Miner 鏡向修改器 我們需要的是上下方向的鏡向 因此這裡我們選擇地軸方向 Miner Object 鏡向物體 我們選擇桶聲 點擊這個吸管按鈕 就可以直接在場景中繼續選擇了 OK 這樣桶底我們也有了 最後我們來做桶的鐵箍 和桶蓋一樣 我們 Shift 加 A 創建一個圓圈 頂點一樣是24個 不過這次這個圓圈的填充方式 我們選擇 Nothing 不填充 O 加 G 打開透視模式 Z Z 調整位置 S 收放道和桶聲差不多大 Tab 進入編輯模式 E Z 沿著 Z 方向擠出 S 收放 然後 A 前線 然後 Alt 加 E 選擇沿法線方向擠出 差不多這個厚度就可以了 然後給它添加導角修改器 OK TAB 鍵推出編輯模式 右鍵它選擇平滑著色 物體模式下按 Ctrl 加數字鍵 可以添加表面細分修改器 這裡我添加的是二級的表面細分 然後再給它添加一個鏡像修改器 選擇 Z 軸方向鏡像 鏡像物體 我們同樣選擇銅聲 這樣我們的木桶就做好了 我們還可以將各個物體的 物體資料屬性懸向卡裡 這個把線自動平滑勾選起來 這樣平滑的效果會更好 OK 接下來我們要檢測一下 所有面的朝向 我們打開 Overlay 下拉選單 將 Base Orientation 面朝向勾選上 可以看到我們的筒身和筒蓋是紅色的 而筒菇則是藍色的 正常的顏色應該是藍色面朝外 紅色面朝類 我們選中筒身 按 TAB 進入編輯模式 A 全選 然後按 Shift 加 Ctrl 加 M 重新計算法線 如果計算的結果 不如我們預期 比如像這樣 筒身依然是紅色面朝外 那麼我們就將這個 Inside 選項取消勾選 這樣選中的面 就會變成藍色的 也就是朝外的 筒蓋我們也同樣這麼做 OK 現在所有朝外的面 都變成藍色的了 這樣模型的面朝向才是正確的 我們可以取消勾選面朝向顯像了 接下來我們給模型添加材質 按 Z 鍵 或者點擊右上角這邊的按鈕 將 Sading 著色方式 改為材質預覽 首先是統身 點擊這裡的材質屬性顯像卡 我們給它這個默認的材質 這裡可以修改材質的名字 下面則是材質的屬性 我們修改它的Base Color 基礎色 銅色的顏色 我給的是比較暗的黃褐色 木頭是比較粗糙的 1尺 Robles 粗糙度 我將它拖到滿 然後我們選中筒蓋 點擊這個另外按鈕 給它一個新的材質 銅蓋的顏色 銅蓋的顏色 我給的則是比較淡的黃色 最後是銅菇 這是個金屬的材質 1尺 我們將Metal 金屬度拖到滿 粗糙度稍微減少一點 讓它更光滑 OK 這樣這個木桶 我們就做好了 接下來是場景擺放 打光以及渲染 這部分的內容 我就不解說了 我們一會兒見 不解說了 我先來看 這部分的衣服 是最深的地方 是最深的地方 不解說了 可以說了 我們這部分 會讓它們 不解說了 身體 有限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